同志们 别看今天闹得欢 小说日后 拉清单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蝉蝉 我一直觉得最近特别特别奇怪啊 因为我最近没事我就喜欢对着这个航线的那个飞机航线的up看 我就发现最近这个中国的航线 这太奇怪了 前一段时间这个英国停飞中国只是一个信号啊 可是最近你看看啊 多家这个外国航司直飞中国的航线全部被停飞了 而且呢时间点都非常一致 那你说这航飞是傻逼吗 他有钱不赚 他白不赚 我觉得有钱赚肯定赚对不对 这让我就觉得很反常 从今年五月份开始 这英国的停了 然后澳大利亚 菲律宾 文莱 这些东南亚国家呢也停飞中国 那你说如果说澳大利亚这个英国呢 他因为这个跟俄罗斯这领空的问题啊 停飞出于经济原因或者政治原因 那你说像菲律宾文莱这些周边国家 他又不经过俄罗斯 他为什么也要跟中国停飞呢 对不对 而且停飞都是北京上海这些核心主要航线 那你说这些航线 你要说停飞一些边缘的小城市 那也就算了 北京上海啊 这些航线你说停飞的意味着什么呀 而且美国的这个达美航空啊 本来也是定于今年秋天恢复洛杉矶到上海的往返航线 那现在也宣布取消 基本就永久取消了 还有一些国家直飞中国的航线 比如说像墨西哥航空 自疫情暂停以来到现在都不复航 然后呢还挺奇怪的是 比如说你像这个德航 和航法航这些来中国的飞机呢 虽然还飞着 但是呢听说也要做出停飞中国的这种情况了 那我觉得这其实挺奇怪的啊 本来疫情恢复以后 你这中国现在也不限制出境了 那各个航司都在摩拳擦掌努力恢复运力 弥补损失赶快赚钱 对吧能赚钱赶快赚呢 而且现在是这个暑期出行 忘记中国人以前 你看这一个大飞机 全是中国大爷大妈挥舞着彩旗 多赚钱呀满满的 疫情前的大飞机全都是满的 为啥现在都不来了呢 我就觉得有点想不通啊 而且呢这个英国是特别最坚决的 第一大航空和第二大航空就直接宣布停了啊 那从这个10月26号以后 你从这个伦敦往返北京的航线 要说暂时停飞到2025年11月 然后再决定是不是复飞 这英国飞北京 从1980年到现在44年了 从来都没有停飞过呀 这个航线其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 民航领域的见证人 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 连这几十年的航空都停飞了 我就觉得有点想不通 对不对 那疫情期间这条航线呢 停飞了三年 2023年6月复航 到现在没没一年呢 就停飞了 你说这是为什么 以后你如果就是说 要坐英国航空直飞伦敦 你只能从这个香港出发啊 那包括维珍航空也是宣布停飞了 那我看这个澳大利亚的航空啊 从7月28号开始停飞悉尼到上海 这也是之前最火最火的航线 因为你想澳洲华人是很多的 那悉尼呢是澳洲第一大城市 那为什么说澳航把这悉尼到上海这种最popular 最赚钱最主流的航线也停了呢 那东南亚的这个维莱 文莱皇家航空也要暂停停飞北京的这个航班 那我就觉得这东西挺习惯 包括现在新加坡航空呢 也也说啊 要把这个往返重庆成都的航班给停了 那以后你要想出国 外航就不存在了 那不是说你不能去国外 可以什么东方航空啊 中国航空啊 南方航空啊 这些你可以乘坐 但是呢外航你就再重提 这这这这做不到了啊 那其实潺潺呢 以前就特别喜欢做外航 不喜欢做国内的航空 因为我嫌国内的航空事太多啊 那你就看看现在就是停飞的原因 我一直就想不通 有人说是出国的人少了 赚不到钱了 对吧 那有人就说了 说他们今年三四月份的时候 这个从中国回英国 飞机乘坐的就很少啊 就不满 甚至有人一个人可以躺一排的座位 我敢给大家保证啊 这个在以前是绝对不存在的情况 潺潺呢 那做国内航班做的多了啊 这头等舱商务舱 普通舱经济舱都坐过啊 我跟大家说 以前这只要是非伦敦的航线 那真的是满满的 fully packed 从来都没有见过什么空位 经济舱做的很满 连这商务舱都是满 头等舱也是满的 从来没有见过说 一人横坐一排的这种情况啊 甚至有的时候就是说你如果坐这个商务舱 他都可以可以免费升舱 那为什么说现在这个航空公司都说 来自中国的旅行需求复苏缓慢 不及预期呢 那中国这个出境人数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 那我根据这个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 今年的一到六月 全国出境人数是2.87亿人次呀 同比增长70% 为什么形势这么好 外国的航空公司说没人坐飞机呢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联想一下 从现象联想本质 我们可以联想啊 银行的 医院的 大学的 搞券商的 当官的 还有国企的 所有地方都要办护照 以前是当官的办 叫处级以上 现在你普通员工也要叫 那手就算你要出国 你的手续也很繁琐 那你觉得 这些人是不是以前都是出国的 这种主力军呢 难道你要却这个农民伯伯出国 对吧 城市的普通下岗职工去出国 普通的员工出国 他们能出国吗 他们出的去吗 说白了 这最大目标客户群体 现在护照都交了呀 他们拿什么出国 而且呢 咱就说护照交了 行 东里有钱也行啊 毕竟 这当官的 这交护照 那这当官 亲属可以出钱呀 可以可以出国呀 现在口袋里的钱 也不像之前那么多了 对吧 那很多人也都不想出去了 那世界那么大 还是在祖国大好河山 走走看看吧 另外就是说什么呢 其实资本的嗅觉 它是非常敏锐的 很多时候 普通人没感觉 但是资本呢 已经感觉了 外国的航空公司呢 现在只能停飞中国航线 把这个运力啊 重新分配到 更赚钱的航线 毕竟资本 它都是very practical 非常实际的 比如说 非欧洲 美国 日本对吧 那还有一些航空公司呢 虽然暂时没停飞 但是我看他们 非常的机灵啊 把这个大飞机 比如说波音空客 波音 这个空客A380 这种宽体机 改成了波音777 我以前买飞机票的时候 我就非常看重机型啊 我就是能有空客A380 我也不会买波音777 那现在你也没得选了 只有波音777 那体型明显小一圈 对吧 那如果你想坐宽体大飞机 你只能去香港 但是一般的人连香港也去不了 所以对于这个 这个欧洲的航空公司 停飞中国航线 除了没钱赚以外 还有这俄罗斯啊 那俄罗斯关闭领空 人家又不飞你领空 那你又要绕道啊 现在你要从英国飞中国 之前9个小时 现在你得飞11个小时 那这11个小时 多的这两小时 可能就是 这个航空公司的利润 那你再让欧洲航空公司 没有办法和你中国航空公司竞争案 你中国航空公司飞英国 你可以经过俄罗斯 那欧洲航空公司飞你 那就得绕过俄罗斯 那怎么说呢 就算是 这个怎么说 我感觉啊 飞俄罗斯的领空 真是不安全 毕竟子弹不长眼 而且俄罗斯跟中国这关系啊 今天跟你是兄弟 明天说不定 把你兄弟的飞机给打下来 这是他们干得出来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啊 就是说 听说从这欧洲的航空公司来讲 比如说北京飞伦敦 然后这个伦敦飞上海 这些航线 欧洲的航空公司 比你中国的航空公司 成本要高两到三成啊 那我觉得成本问题呢 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之一 那包括这个经济的问题啊 政治的问题啊 对不对 你现在国内没有人出来的问题啊 潜在的这些风险的问题啊 它都是问题 以后啊 这个东西趋势一旦形成啊 我觉得中国 真的 以后你想给别人开放 你发现没飞机了 人家都不来了 这个东西哎 想想建立一个航线 有时候我们发现啊 就是民航局啊 来回的谈 有时候谈来谈去 需要很长的时间 才能协调出这么一条航线 但是停飞一条航线 可真的太容易了 只要不赚钱 只要有风险 只要政治不稳定 随时停飞 所以以后啊 中国老百姓想要知道 国际政治格局的亲疏关系啊 不要听专家说的什么 这个胜了 那个赢了 这个跟我们好 那个跟我们好 我们就看看你这个飞机飞不飞 看看你这个整个 你就看这个航线图啊 你就看到中国这个地方 现在航线变得越来越少了 天上飞的飞机越来越少了 你就知道 这到底跟人家关系好不好 其实航线的建立啊 有时候它既代表着一种外交关系 也代表着一种经贸关系 还代表着一种政治稳定关系 它其实是一种 就是我们知道交通嘛 是一个地方经济的体现 交通越发展的地方 经济越好 交通越不发展的地方 经济越不好 航线越多的地方越发达 航线越少的地方越贫困 那你从这个航线当中 你看国际局势 你是不是就看出来了 我还是那句话啊 如果呢 你现在在一些敏感行业 你还有护照 你尽量的把这个护照 弄在你手里啊 他们将让你交护照 你就说你护照丢了啊 可以找一个理由 搪塞过去 这个东西还是很关键的 到关键的时候很救命 你说你手里连个 国际旅行证都没有 你觉得你安全吗 你赚那么多钱 说吧都在别人口袋里 真不安全啊 我这不是教唆啊 我这是提醒 好 说这么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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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